哈囉 各位大家好 怎麼突然變那麼大聲 歡迎來參加這個 勘約新手村的下午場 我們這些議程會持續到下午4點 你可以一直坐在這邊 一直聽很多關於各路新手的各種演講 如果你還沒有去過OCF攤位的話 順便廣告一下 在這邊只走某一間左轉 我忘記哪一間 左轉就會看到OCF攤位 然後它會有涼涼的飲料 只要填一個簡單的問卷 就可以獲得飲料 OK 然後今天 現在要講的這個題目呢 是跟BBS相關的 然後現場應該都有接觸過BBS 好像現在PTT很火紅 所以大家還是有持續在用 那他就是講說他去參與這個 關於BBS相關的貢獻 那他等一下會自我介紹他叫R2 是上面的站長 夢之大帝 我們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大家 也很榮幸就是有機會來OCF開 開人新手存的一層鬼來分享 那我是R2 那我就是要來介紹從BBS 新手使用者 進入開人貢獻世界 對 進入而已 開人貢獻世界的心路歷程 所以上面這張圖 大家可能不一定看得出來 但是他就是一個鞋子 踏入這個懸崖邊 然後 瞭望開人貢獻世界 對 那底下包含了CCMS 就是我之前在成功大學 那個電腦網路愛好社 對這個社團 那他其實有個副標題 在夢境中找回的那片 楓葉與沙灘 聽起來很文心 那他其實只是想要代表三個BBS 夢境 夢治大帝 楓葉的話就是清大的風橋驛戰 對他現在還活著 那還有陽光沙灘 那陽光沙灘他可能 我不確定他還沒有活著啦 但是他曾經也有很重要的地位 對 這是副標題 好 那 很高興這次 我用我的BBS來播放這個簡報是沒問題的 那 用 為什麼會想要講這個呢 因為我上次來分享這個演講是 2018年的SeaCon 學生計算紀念會 那其實也已經五年沒有講這個題目了 所以感到很雀躍 那這幾年間發生了很多事情 像當初那個杜一錦先生 他本來想要推PTT.AI 然後用一個不同的概念 我不確定有沒有包含區塊鏈啊 但是就是想要用這個概念去推不一樣的PTT 那我們夢之大地的創建站長 朱拉麵 學長 也有想要發行NFT 對 然後雖然我都看不懂 但是我覺得他們的計畫都蠻偉大的 所以抱持著尊敬的態度 那也想說能不能來分享一些什麼 對 那也看到說最近啊 Twitter啊 什麼變成X啊 什麼 眼書也變成Meta了 雖然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那那些社群媒體 那麼想要競爭 那BBS的角色在哪邊 那當然我覺得現在還有人在用BBS 已經是起極了 包含對我自己而言 那 所以但是還是會擔心說 我們BBS之路就到這邊為止了嗎 那 其實不管是各校的BBS 各家BBS 幾乎大部分的認知啊 沒什麼人 那PTT的話 可能你看那個數字好像還在上面 但是是真的人嗎 還是機器人 還是網路公關帳號 這也是我們想問的 那他們PTT也很努力的想要推出 推行官方APP 然後在G0V也辦了很多個talk 來去介紹 那 是否真的能力網狂難呢 那 如果勢必得轉型 有什麼是我們能做的呢 那 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那就叫我R2就好了 那 會取這個 暱稱 就是因為這個ID很短 對 短ID站 雖然我PTT本中ID有夠長 對 那我從2015年春天 也就是高山考完學測 那時候開始用BBS 那 就一頭栽進去了 就 當初也只是從臉書啊 或是其他社群媒體啊 知道 哦 原來有PTT這個東西 那 後來發現 原來 原來 BBS不是只有PTT 還有不同的面貌 像是還有其他站 也有BBS 然後也看到不同東西 然後 2016年秋天 也就是可能 剛剛升大學吧 就是 就是接了高中版版主 因為當時升學也有看 PTT的高中版 那 後來也找到 三星人士交接 一直到現在還有版主 這是我很欣慰的 那 2016年冬天 開始架了 BBS的個人站 也就是我大二 喊假的時候吧 那 那 開始嘗試把PTT BBS 重新架設起來 在那個文件還不多的時代 還有 Maple 3 ITOC 就是也是文件師團的時代 把這些東西 把它盡量的架起來 然後 整理一些文件 然後丟小PR 然後在2017年夏天 因緣際會之下 等一下會講為什麼 接了 夢之大帝站長 然後也 趁機 然後來BBS CCNS社團 對 然後之後就在PTT 當幕後的版主啊 或是 當一些新手使用教學 還有 跨版版物警記處理 詳細職位 我不確定能不能講 但是 你們如果有關注PTT 就會知道 是什麼職位了 那 什麼是BBS呢 我也沒辦法 給一個明確定義 但是它有分很多種 就是 最傳統 最一開始的BBS 是 播號 就是 還在播界網路時代 對 用Modem 然後去 連到BBS 然後 它甚至還可以下載東西 下載一些幾KB的東西 可是對當事人來說 已經很滿足了 那我們現在知道的BBS 比較偏向是 Telnet BBS 對 可能會有些比較專業的人 就會想 問了 Telnet 它沒有加密 那你是 當事人都在網路上裸奔 互相傳送訊息 對 他們都在裸奔 對 但是PTT最近幾年有改善了 用加密協定 然後 也結合方便性 可以用網頁來上BBS 對 那 最後一種就是網頁論壇 對 它其實也是算一種廣義用的BBS 對 就是它算一種 也是一種電子不高燃系統 那 所以你看到的巴哈姆特論壇 對 它也是一種廣義的BBS 對 但我們今天主要去交在這種 看起來長這個樣子的BBS OK 那 BBS有分很多種性質 當 有學術網路 商業 對 還有 沒有 不是加在學術網路的 那 商業網路 BBS的話 是早期會出現 不瞞你們說 當時連 政黨 像中國國民黨 還有他們自己的BBS 對 總之BBS是非常多的 那後來比較有名到近年 活到最 舊的 就最近的時代是KKCT 那它是跟KKBus同一個老闆 對 那他們 他們持續到2020 反正它有活到二開頭的年代 然後才說 他們宣布館戰了 對 只剩下一些紙戰 像是華奎益社館 還有在持續營運中 對 那所以後來都是以學術網路為主 包含校方架設的耶齡 風琴和陳大忌中 他們也 官方有自己官方BBS 可是都到了 對 那自主架設的話 就是清大 自公系學生自己家的風橋 還有陽光沙灘 還有 我們社團的孟姿大帝 還有PTT實驗坊 不好意思 嘿 沒辦法 BBS 就是我們認知的那麼多厚 嘿 但是 各家BBS的特色也是慢慢累積下來的 像 BBS能有夠 開始從 完全黑白字面有顏色 就是從 大同大學的秘密情人 BBS站 Secret Lover 開始有那個 NC Color 就是開始讓文字有了顏色 然後 Maple BBS 2 開始有一些動態看板點歌 對 你就可以傳送心情點播機 你想對誰說什麼樣的話 都可以透過這個功能來取得 然後 陽光沙灘 它開始有了水球 也就是你可以私訊息 透過這個方式很快速的私訊息 就是你看文章看到一半突然底下跳出一個訊息 有人來找你 對 這就是水球的功能 那 PTBBS的話 它就是 效能經過調教 然後 把一些BBS 有的小遊戲 一些有的沒的功能 把它精減掉 然後讓十幾萬人能溝通私上線 對 十幾萬人 對 在現在的服務來說 也是要花一點心力 才能容納這樣規模的 那 所以 後來 風橋有開發 Mapho BBS3 然後有引進模組系統 把一些小遊戲模組化 對 當時也算是 相對新穎的概念 只是 很可惜 後來就 沒有像PTT的 那麼熱門了 因為 後來 BBS就逐漸集中在同一個平台 那 為什麼我們想要 貢獻BBS社群呢 對 BBS可能看起來就是那麼陽春 可能 用個簡報筆就會不小心跳出去 這種感覺 可是 BBS功能很少 可是 它好處也是功能少 你不會像 臉書 如果你按了某個讚 按了什麼 然後突然 你家人突然問你說 欸 你是對這個文章有興趣 你怎麼突然按了這個文章讚 之類的 哇 天啊 對 你不會因為推了什麼文 就會被別人看到 對 除非別人想要看你推了什麼文 那 就是它 而且它預設就是暗黑模式 不像說 喔 網頁還要挑說 就是暗黑模式 當然你也可以自訂 自訂見面 讓它全部白色啦 但是 對於喜歡暗黑模式的人來說 喔 這是友善的 而且它功能少到連 潛入廣告都很困難 所以對於 不喜歡廣告的人來說更好了 對 那 除了一些JPTT 那些第三方APP 那喜歡自己篩廣告 那就 沒辦法 對 那 Code用C寫的 對 也是一個對於 駕站者的阻礙 可是 真的那麼難嗎 其實 大部分的東西就是 就是你不用很深入到說 喔 你還要會指標 還要會什麼 架構 才會去 才能把BBS修好 因為很多東西 只是 只是因為它 放很久 然後沒人去測試 你只要會MAK 你只要會GDP 去看變數 你甚至不用看 很進階的功能 然後你就會把一些小功能修好 對 那 為什麼我要講PTT以外BBS呢 明明都沒有人在上了 因為其實在這段時間中 PTT會起來 也是因為它容納了 例如說 高市大的站長 或者是一些 其他站的站長 就是 各BBS站的站長 很資深的站長 都是因為來PTT之後 才開始發揮他們常財 讓PTT有了整個 很完整的制度 像帳號部 法務部 對 PTT有鄉民被告了 法務部還幫忙出來談 哪個社群媒體還 會願意這樣做 對 所以 如果 沒辦法了解說 那些BBS 過來 對PTT帶來什麼好處 或者是 當初BBS 那些BBS價值的話 那PTT遲早 也會忘記說 喔 原來自己是個BBS 喔 自己 然後自己要轉型 然後 就忘記自己是誰了 對 所以 以下個人心得分享 那我 當初 參與BBS開源貢獻 也是 從使用者開始 對 從 使用它 然後 觀察這個BBS 有什麼特性 對 BBS 都是只是 鄉民推五樓嗎 然後什麼樓下 怎樣怎樣嗎 沒有 不全然是這樣 然後提出問題說 喔 為什麼這個版主怎樣怎樣 為什麼這個版會這樣 或是 這個站 為什麼會這樣運作 對 那為什麼法務 任意出來探 鄉民被告 還是怎樣的 對 然後就會有些疑問產生 然後把它記錄起來 對 最後 去改善它 所以 從使用它開始的話 就是 對 就跟操作任何軟體一樣 先看 說明 對 IH看到的說明畫面 是相對沒那麼複雜的 那 IH 看不懂怎麼辦 那 一定要找一些 新手友善的版 對 就是找一些資源嘛 就像你會上網 Google查資料 那我推薦的版是 PTT New Hand 新手版 你在上面 只要按斜線搜尋標題 例如說 按斜線搜尋推文 你就知道怎麼推文了 要用什麼指令了 按搜尋 找作者 那你就知道怎麼找作者了 對 所以我的最愛 PTT New Hand 在我最愛預設看板裡面 那它其他預設看板 也是很有用的東西 可以來看 那 PTT 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按兩次H 它甚至有真人幫你服務說 喔 我不會丟水球 我不會推文 我會什麼功能 怎麼辦 它就親自回答你 對 那 還有一個 PTT新手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 為什麼我不能在八卦版推文 為什麼我不能在 CX版推文 哇 我 因為菜就會被歧視嗎 沒關係 我們 就菜 我們就先多看別人怎麼推文的 因為 發有意義的文章 還有 還有什麼呢 還有不會被捅的廢文 都是需要被練習的 對 所以可以趁還在熟悉的時候 多看 多想一下 甚至可以逛一些小版 因為其實很多小版 像我以我來而言的話 可能是Linex版好了 對 它是小版 可是它上面也是有很多有用資訊 對 所以會有一些意想不到收穫 然後在那邊相對發文門檻不高 你可能登入一兩次就可以用了 它也可以幫你累積文章數 對 就是讓你看起來不會用菜 對 就這樣 那 我剛剛用PTT的時候 還有一個有趣的功能 叫做小機 對 小機功能大部分認為 就是一個花PV 浪費PV的地方 對 可是 我那時候還有那個嘗試問答 然後 我透過嘗試問答 節省很多PV 因為我只要答對題目 別人出的題目 我就可以獲得嘗試點數 然後就拿來買飼料 買一些補品 然後讓它一直餵它 一直餵它 一直餵它 一直灌它 然後我還查一個方法 讓它暗黑 讓它那個擺了很多幾年沒有餵它 它都不會死掉 只要它滿意度 它現在是17萬 只要它不要掉到零 它都那個 它都可以繼續活著 對 反正就是 但是 還在新手的時候 就是會搞這些無聊的東西 當然你也可以找其他有興趣的東西 對 那你也可以趁機觀察不同版的討論風氣 對 像是 喔 你以為每個版都是像八卦版一樣 五樓 某某某 然後誰被 誰被 對 某些不能在這邊講的 的推文嗎 不是 就是還是有很多有趣的版 然後甚至有兩個版 一個版是ASCII Art版 對 它上面就會有很多BBS的圖片 然後 還有BBS Movie版 就會有BBS的互動動畫 那 其實CChart版 偶爾也會有ASCII的圖片 就是文字圖 那 這邊 呃 大概先展示一下好了 呃 ASCII圖的話 欸 對 這是 在CChart版有人畫的 呃 推特使用的那個圖片 對 對 然後上面眼睛是一個X 對 所以 就是有人拿這個來 來 來消費它 對 然後 CChart版嘛 所以當然會有可愛的Gura 對 然後就會有人把它描成ASCII圖 讓大家來觀賞它 對 那 動畫的話 欸 動畫的話 我 等一下喔 對 對 就會有人把 呃 最近 比較火紅的手遊 啊 那個角色把它做成那個BBS的互動動畫 對對對 來 分享 對 所以 它除了可以做文字圖以外 還可以做可以動的文字圖 對 就是它 有趣的地方 那 嚴肅的話就是看 呃 它就是會有這些帳戶看板跟你講說 噢 PTT是怎麼運作的 它是怎麼管理制度的 建立制度的 改善制度的 因為也會有使用者在上面噴站長 或者噴使用版主 對 那這些是有授權 呃 就是 感謝作者授權 對 就是它 對 那 就是為什麼會有一些 呃 使用上的話可能就是會有 為什麼會有一些作者ID 會有一個點 那代表什麼意義呢 它其實是有意義的 因為 它可能是別的BBS站 跑到PTT的文章 對 因為以前 BBS 不同BBS站是可以互相交流的 然後 甚至你的BBS會收到Gmail的信 但其實它可以關掉的 然後 為什麼有些 軟體可以連PTT 有些不行 那就要看情況了 那 管理上的話就是 為什麼有些 呃 有人鬧板 沒人版主管 或者是 這版主是爛權想當版荒 對 那 這種的話 就要更深入了解了 就是去 有時候是紀錄它 你說提出問題嗎 它其實也是一種紀錄 就是在公開看板發問 然後 當然你可以把這個問題 已經解決的問題 怎麼解決的 把它分享出來 然後 直接這樣 綻放反應 其實 呃 他們可能沒辦法 uncode即時回你 可是他們其實都會回的 就是 我覺得 要有點耐心 因為他們都是隻狗 然後 改善它的話 你 其實是可以自己當版主的 PTT2 提供了一個 很好的空間 就是 你可以去申請 臉書版主 對 如果你臉書不來 你可以在 例如說你可以在八卦版發錢 然後 那個什麼 你幫忙臉書了 你就拿到PTT 這是不會 這是可以的 對 然後你就可以架一個 弄一個新版當版主 然後你甚至可以自己架一個BBS站 對 我把PTT 如何加PTT的那個Wiki 都整理在上面 對 那 架完了之後 我們還能做什麼呢 如果我懷疑PTT 有些功能有BUG 然後我懷疑站長可以偷看我的現象 但其實是不行的 對 但都可以自己架來驗證 那 甚至有人 因此真的是找到PTT漏洞了 對 然後 然後這個漏洞有被解決 對 有個比較嚴重有被解決 另外一個 還沒到那麼嚴重 所以 還好 對 然後 我懷疑一個 那個 南部某資訊大學社團的BBS站 不是最新的版本 為什麼呢 然後我就問站長 然後 我就不小心變站長了 對 那 除此之外 還能怎樣延續下去 就是 當然我在寫文件的過程中 也會懷疑說 文件寫了有人看嗎 天啊 或是 但是我覺得 這比較重要的是 就是跟其他開運專案一樣 就是 把複雜的東西 把它弄得 看起來簡單一點 自然就會有 比較多 有人 就是 突然 臨機一動 想要來幫忙一下 就真的會過來了 對 所以 我期間也有看到 我寫的Wiki 被改錯 被改一些細節 然後甚至 真的會有人 就是懷疑 PTT有漏洞的人 自己拿來 把PTT架起來 測來測 POC 就是 來驗證說 它真的是有漏洞了 恭喜你的 文件開始 有一些用處了 對 那 剩下的就是把這些 我把一些失修的東西 自動化重建 因為你可能 今年把它弄好了 可能明年 它又失修了 然後你做的東西 又白費了 那就是 把 可以自動化 就盡量自動化 所以就 我後來就 把它包成Duck 然後 也把一些Duck file 公開出來 讓大家都知道說 喔 這批BBS 是怎麼架的 對 所以其實 會越來越方便 就是越來越 更可能說 喔 你不會因為說 你沒接觸過 什麼CentOS 或者是 什麼 無邦圖14.0 是這種 那麼舊的環境 你就無法把BBS架起來 其實是可贏的 對 那 BBS 人本的開發者 其實一直有在做改進 像PTT BBS 也是為了 讓十幾萬人 能夠同事登入 那種 花了很大的行李 甚至最近幾年 終於讓那個 瀏覽器 也可以用BBS 像這樣 現在怎樣 對 之後也有規劃說 要接那個 Web的API 還有一些功能 讓它可以跟現代化的APP 做結合 就是讓它有更多種面貌 對 那我們夢大的話 也有我們的 學弟IAD 我叫陳陳 他幫我們 把一些PTT 真的使用的功能 有把它移植過來 那 也有討論說 夢大 未來城市 該如何改進 對 這是 不錯的部分 那 PTT Official APP 也是 一直有在 進度報告 當然 他們也是 都是自公 然後 如果他們 真的有些東西 試出來 要請大家幫忙 測試 請大家多多支持 因為這是很不容易的 對 那 所以 其實BBS 近幾年來 就是因為Facebook 還有 Dcard 這些 當然 也不能 都怪他們啦 因為 BBS 那麼多 現在還有人用 其實已經是奇蹟了 所以 Web只要稍微吸引點人 然後有 商業化運作 本來就很重大起來 這是正常的 對 那 也會有人說 就是PTT 某些言論 都 很奇怪 就是會 某些使用者覺得 OK 這是他的言論自由 某些使用者就會覺得說 喔 PTT的人都是 講話都是這種樣子嗎 蛤 對 所以就會 覺得說 其實 我們 不能把價值觀的差異 都 歸咎於社群平台本身 然後 當然社群平台 自己也要對 言論自由 以及尊重他人 如何去做權衡 對 然後 像剛剛那個 資訊安全問題的那個 也公開細節了 所以 所以 PPS有在修 但是未來還有些 隱藏的問題 能不能發覺出來 也是我們要 值得去注意的 然後 對 PPS還是有 市議員為主來開發 那 他的水很深 對 我也不會 所以我就看了 JSERV 的文章 但是 對 應該是我影片啦 但是我覺得 我還是有很多要學的 那 而且要把PPS 移植到 現代的環境 甚至你 可能還要了解 PPS 有哪些功能 有哪些架構 才能用任何一個語言 包含 Rust 或包含什麼很酷的 東西來重寫 對 那 當初那些大佬 可能 有想要回饋過 可是 什麼什麼 點AI 什麼什麼 NFT 他真的 能夠幫助 BPS這個社群嗎 我是抱持著疑問的 對 那 BPS 也幾乎 不是學生在管的了 對 那 面臨的問題 因為使用者 以PT而言 使用者都是社會人 幾乎都是社會人士了 所以他牽涉到問題 就會更複雜 就是公關帳號一些 甚至一些更複雜的交易 那 要怎麼去管理 怎麼去衡量 對 所以 我認為說 BPS價值說 其中一個價值在於他 還是固守在非商業化 不管他是志願的 對 那 如果你商業化的話 可能 要給別的商業公司用的話 license是問題 勢必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PT本身是GPL 可是其他家BPS 不一定授權就那麼清楚 對 當然你也可以重寫 可是 對 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 商業化會對社群多人化發展 造成阻礙嗎 會不會老闆說 喔我今天想要改個商標 我就直接改了 什麼人都不問 什麼使用者意見都不顧 對 所以 所以 所以我覺得 它還是有 值得貢獻的價值的 所以 PTT 還有 Official APP 就是還在發展中 官方APP 其實都有 可以參與的管道 甚至 官方APP還有 Telegram群組可以加入 只要加入之後 有個三個自我介紹關鍵字 就可以 就是可以待在裡面 去看他們的進度 對 那我們夢大有開源 在Github上 對 所以可以透過這些管道去 關注我們的開源的進度 還有動態 對 那 BS的開源貢獻社群 當然很小 可是 就是因為小 所以你很多問題 直接 像開發者反應 會很 很快的被回饋 因為問你的人就這麼多 所以當然 有人 能來問問問題 當然是最高興的了 那 能不能帶著走 當然要看大家 就是 用怎樣的心態去面對 對 對 其實有 也有可以看得到的東西 也有 可以內化的東西 對 那也歡迎 就是你可能 在其他地方 很會寫一些功能 你會寫Web 甚至你會寫C++ 然後 然後 可是 也很會寫C 然後把 其他東西會的 來移植過來 然後驗證自己所學 也是一個貢獻的方式 那 我個人啦 也有想過說 因為這些小的 BBS 很難 因為資源 或是一些資料問題 或是BBS 站長藍的研究說 這幾年 BBS架構變成多少 能不能用現在的環境架起來 所以很多BBS就這樣被放掉了 那我覺得 如果有個類似BBS托管平台 或者是 就是有 當然他 要用凱人的方式去架起來 而且能夠 保證被其他的 站 就是站長或技術人員 去重現他 然後 然後 如果能這樣子去 用個網頁界面 然後點一點 架個BBS 或是類似的功能 讓一些站長 有意願回來 把一些小的BBS 把它經營回來 那我覺得 其實 也是一個想法啦 當然 大家 可能有其他不同想法 更實際的 或是更酷的想法 也都歡迎提出來 那也謝謝 這段時間大家 就包含社團 或者是 當然還有家裡 或者是 我 研究所老師 沒有管我太多 我 那麼沒有專心在研究上 搞這些之類的 對啦 然後 也謝謝社團學弟 對於這個簡報review 還有 旺大發展貢獻 對 那 或許它不會永遠存在 但是 如果能用獨特角度 給廣大社群一些啟發 那它就 價值就值得了 謝謝大家 就是剛剛最後你提到那個container那邊 現在沒有container是包BBS站的嗎 有 謝謝老師 我 提到的計劃剎特的計畫 就是我 目前把 TTG 還有 Number 還有ITOC 一些 當年 比較多人 來下站的 研發 那當然 它只是一個 打核範圍 你能不能 改成compose 或是一些細節 能不能 放到K8S 之類的東西 排在地域中 所以 這個是 這也是一個你的 你的project 對不對 還是 剛剛那個算是我的想法 是基歷如果已經在做事的年生 對對對 所以 當然 如果有下 反應 但是 我覺得 就是 好 謝謝 還有人要問問題嗎 線上有人問嗎 有 再走回來 就是 就是ActivePub 那個是 目前只有 只有想像中嗎 還是有人 有人有實際有做什麼東西過嗎 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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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有些是 有些是 有進行一點點 然後 希望可以做的 還有 還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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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人要問嗎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